国片兜兜风 去年在影坛表现极为亮眼 不止男主角林聚入围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 电影也角逐国际影评人费比锡奖的竞赛 导演詹凯迪以自己和父亲的真实互动为蓝本 描述一对相依为命却无法沟通的父子 他们各自有着难以解决的困境 却只能以沉默来陪伴对方 犹如两条平行线内心却又记挂着对方 法国剧情片正发生改编自法国重量级作家 安妮·艾诺的半自传小说 曾经获得威尼斯影展金诗奖 剧情描述1963年的法国堕胎是违法的 但自由女大生安妮却意外怀孕 随着肚子越来越大 安妮决定就算被抓去关也要铤而走险堕胎寻求解脱 这个故事背景和现在相差近60年 但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困境 仍是许多现今女性的梦魇 您还记得22年前 李安导演指导的《卧虎藏龙》 不仅席卷欧美市场大获好评 更赢得奥斯卡最佳万语片的《破天荒殊荣》 创下华语电影新的里程碑 片中中润发杨子琼的中甘异胆大侠风范 张子怡张震年轻气盛的《狂野不羁》 李安不止让观众看到武侠片中的刀光剑影 更一窥传统礼术下抗逆束缚的心境 4K修复版本本周上映重现经典 同样也曾开创历史的经典华语电影《阮林玉》 4K修复版也在本周回归大萤幕 1991年香港导演关锦鹏 找来影后张曼玉饰演中国影坛一代巨星阮玲玉 张曼玉精湛的演技和观景鹏出色的指导功力 为本片拿下1992年柏林影展 英雄奖和影后等七项大奖 中央社综合报导 你好 对 感谢观看